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回国好还是留美好 一位中国女生决心靠珍珠奶茶立足纽约 美国节日期间慈善活动迎来高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我是叶凡 我们首先介绍本周的时尚和文化新动态 一起来看大千世界 意大利电影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于11月26日早上阴癌症在罗马逝世 享年77岁 粉丝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摄花圈致敬 生于意大利帕尔玛的贝托鲁奇 一生只导过20多部电影作品 其中最富盛名的有电影《末代皇帝》 《巴黎最后的探戈》和《西梦巴黎》 巴黎最后的探戈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 但是由于一个涉及性爱的场景 引起巨大争议 电影《末代皇帝》更是横扫第六世界 奥斯卡九项大奖轰动全球 2008年被托鲁奇留名好莱坞星光大道 并于五年后的2013年 亲眼见证了自己在星光大道的踪迹 奇幻片《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最》上映后脱颖而出 一度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该片由JK罗林担任编剧 是2016年《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续集 也是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的前传 由艾迪雷德·美恩饰演的纽特 作为《神奇动物》系列的灵魂人物 将继续开启他的魔法征途 且充满挑战 好莱坞著名男星约翰尼·德普 和邱德洛的精彩出演 为电影增色不少 灰红的魔法场景 炫酷的《神奇动物》 加上与《哈利波特》的内在联系 让哈米们直呼 《魔法世界》又回来了 不过这部电影虽然取得了 不错的票房成绩 但仍不及《哈利波特》系列 烂番茄指数也是不尽人意 有些菲哈米表示 与《哈利波特》系列内在联系太多 看不太懂 圣诞节就要来了 今年的白宫圣诞装饰展 于华盛顿时间11月26日举行 白宫今年的圣诞装饰 由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设计 主题是美国宝藏 白宫表示 由金星家庭 也就是阵亡美军家属修剪的圣诞树 再度回归 同时展出的 还有18尺高的传统圣诞树 和传统酱品屋 美轮美奂的白宫装饰 让节日的气氛提前浓郁了起来 来自新加坡 捷克 加拿大和美国的沙雕艺术家 聚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 竞逐第四届国际沙雕大赛奖项 艺术家们在不使用电动工具 模具和胶水 只使用水和沙子的情况下 用四天时间展现艺术创作才华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 马上就面临就业的问题 是回国还是留在美国 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 求职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 中国留学生的就业选择 回国还是留美 这是每个留学生必须面对的选择 近年来美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 中国企业对海归求财若渴 在我大三那一年 开始有像阿里 大江 京东这样的国内的大企业 来我们学校进行宣讲 从这一点我就能感觉到 这个企业非常想要 让我们留学生回国 魏梦瑶得到了京东精英项目 管理培训生项目的面试机会 同时美国德勤咨询公司 也向他伸出橄榄枝 在我心中 在美国的咨询公司 开始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还是我的首选 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知道他们有一个 很好的德勤大学 作为一个培训中心 我还可以在美国国内全国出差 去体验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工作内容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 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 长见识的机会 毕业一年后 魏梦瑶已经如愿 成为德勤咨询的 一名业务分析师 董一军还没有适应 纽约繁忙的交通 但在金融行业 发挥科技专长的机会 让他决定留下 因为比较成熟 他们毕竟金融行业 也比国内的要成熟 科技也比国内起步要早 但是未来其实还是个未知数吧 因为我家里人也在国内 所以最终来讲 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 回国继续发展 其实留学生 更倾向于留在美国工作 但是并不是因为 美国的工作 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待遇 而事实上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觉得 美国的工作 可以对他们有更大的提升 留美工作绝非易事 2017年 只有不到一半获得工作录取的申请者被抽中 获得工作许可HEB 10万来自中国的毕业生中 只有15%获PHEB 其中约7成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 其余专业获得的名额 只能以几百甚至几十来计数 STEM理工科毕业生 有三年筹签机会 魏梦瑶除了主修自己最喜欢的商科 还增加了STEM学科统计学作为第二专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大二的时候 没有做这个决定 没有去学统计 现在我可能就每天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接到一个邮件 你今年没有抽中工作签证 那我可能两个月之后就要打包回国了 STEM学科毕业生的确留美几率较高 但中国留学生选择理科和工科的只占40% 还有30%选择商科 这个比例在过去七年中变化不大 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 并没有特别地去迎合美国 这个就业岗位的一个需求 而是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独立的选择 周新盛今年毕业后 接到位于上海的一家外企的面试邀请 他决定立即回国 那边的关系会更多一些 所以从那边得到的更多的信息 一个是企业的信息 完了第二个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我在那能找到我的家人朋友 他们比较聚集多的地方 我个人会更考虑这些 这个角度的问题 对于选择回国的留学生 中国企业看重他们的国际化背景和语言优势 另外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 也通过千人计划 留学生落户等政策 鼓励留学生回国发展 这个是知道 但是就说知道的不深 就是大概只在我脑海中 刷删过一个名词 然后就不见了 政策其实只是一次性的吧 那对我来讲 做出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 这些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还是看我比如说未来五年 未来十年 在国内发展会怎么样 回国就业并非一路坦途 海归数量逐年增加 雇主也对海归求职者 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我判定的标准是 你在美国工作过没有 经验才有价值 学历没有价值 就是你没美国这个经验 我认为回去的话 和一个中国人没什么区别 虽然中国留学生 因为出国留学 增加了就位机会 但是因为现阶段 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 越来越多 那么海归与海归之间的竞争 也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而且中国留学生 因为长期在国外留学 同时融入中国文化环境 也是长时间 没有回国的海归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留学生面对更多选择 但也面临更多挑战 中国国内的就业市场 向留学生倾斜 但美国更成熟的行业环境 和丰厚的市场资源 也继续吸引优秀留学生 选择美国 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 留学生在美国找工作不容易 不过也有的人 从来就没有想要找工作 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摄影系毕业的魏梦瑶 一出校门 就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口创业 买他自己原创配方的珍珠奶茶 它能成功吗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稳定的工作 对我来说不是我的追求 毕业之后 我就没有想过要找工作 我叫Iris 我个人特别喜欢珍珠奶茶 我大概是喝了全世界各地方奶茶 我去一个地方 我就会去先找它的bubble tea 包括中国什么欧洲 我之前去冰岛玩 我还找冰岛没有bubble tea 但是我在纽约这么多地方 我没有喝到 我觉得特别完美的味道 所以我说 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个 就是能在车轮上跑的珍珠奶茶 我可以随时随地地喝到 我自己做奶茶 这个小狮子餐车是今年三月份正式开始的 跟一个店面相比 我可能前期不用投入太大的 就比如说资金或者什么 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钱去做这些 我又不想从家里拿钱 当时我们是三个合伙人 出钱做的这个 我们买车是花了大概两万五左右 然后这个证也差不多是两万五 还有改装啊什么 加起来可能成本要六万 我自己就很爱研究饮料 片方是我自己原创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各个的地方 然后去好多地方之后 就发现搁大这边 无论是停车还是客流都还比较好 今天我们很幸运 我们停到了正116街地铁口的正旁边 搁大这边学生比较多嘛 从口味上年轻人比较喜欢 我每周至少要来一次 有时会更多 我一般会点白桃绿茶 搁大这边也有很多餐车 我们也可以和其他餐车 一起停在这 比如说我们没有纸巾 我们去借一个纸巾 或者说我们做两杯奶茶 跟他们换一份饭 现在我觉得bubble tea在这边 概念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 现在也越来越多人 开始接受这个东西了 我们觉得bubble tea 必须是珍珠加奶茶 它才叫bubble tea 很多人它概念中的bubble tea 它觉得就是只要加了 topping的就是bubble tea 这种奶茶是台湾发明的 是我们亚洲 我觉得是很独特的东西 而且是属于我们90后的一种情怀 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东西 就像普京奶茶文化一样 我给大家讲 然后让大家去炒 然后让大家爱上这种饮品 我觉得特别好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我们要带你去与狼共舞 打破对狼的迷思 美国进入节日季节 慈善活动迎来高潮 请继续锁定美国挖花筒 一听到狼来了 大多数人都会毛骨悚然 可是美国有一个专门收养狼的地方 游客可以来参观 甚至可以领养一只回家 这里就是美国一个特殊的动物庇护所 我们的记者莫菲要带你一起去 与狼共舞 中国电影《狼图腾》 让许多观众大呼过瘾 有的人被电影里的小狼仔萌倒 有的则对人狼大战的场景 印象深刻 尽管如此 一想起狼 很多人依旧毛骨悚然 进而远之 但麦克尔或丹尼时 却不这样认为 从小到大 陪伴我们成长的童话故事 或者电影 电视教育我们 狼是高大 恶毒 卑劣的动物 但它们真的不是这样 为了证明这一点 霍丹尼时创立了狼豪森林农场 Cowling Woods Farm 专门收养和庇护狼与犬交配的后代 共有人参观 互动 领养 我们的主要教育目标 是让人们了解狼的真正本性 这里的狼或狼狗 因为混血程度不同 有的接近纯种狼 有的则更像狗 它们并没有像人们 一般印象中那样充满敌意 而是如同一只只渴望爱抚的大狗一样 缠着游客 面对这些摆帮中的大家伙 游客似乎也并没有望而却步 短短几分钟便与它们达成一片 来自纽约州的戈贝基夫妇 是第二次来访这里 我喜欢这里 因为在很多地方没有互动的部分 你不能碰这些动物 这简直是折磨 你只能远远地看着它们 但在这儿你可以亲手触摸 新生体验这部分真的很棒 狼豪森林农场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杰克逊小镇 占地约10英亩 目前有将近20只狼狗 从各种环境中被拯救出来 在这里临时或永久的生活 经过数据的照顾和训练 它们逐渐恢复对人类的信任 并与人类和平友好相处 YouTube网站2014年 一个十万多点击的小视频中 一只站起来比成年男子 还高一头的狼狗 用前掌趴在游客肩上 索要食物的场景 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不仅走红网络 这只名叫塔克达的狼狗 在农场里也享受着明星般的关注 面对各种合影要求 塔克达镜头感十足 成了这里名副其实的自拍狗 Selfie Dog 而迪士尼电影《魔法式学徒》里 大腕塔克达和其他三只狼狗也参与其中 与尼古拉斯凯奇和莫尼卡贝鲁奇等影星同台演出 相比之下 四处逃算的阿赫特对游客的态度截然相反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 狼其实是个体型硕大的鸡 他们害怕人 训练师唐纳·潘宁顿说 阿赫特是这儿狼的基因含量最高的 儿时的他像一只小狗 喜欢与人亲密 但长到两岁性成熟之后 他选择了自己狼性的一面 当他独处时 当这里没有人时 他和其他的大狗小狗一起玩 但他基本上表现的是以外狼的状态 就是与人保持距离 他们害怕人类 不愿与人类打交道 虽然因为癌症而皆知 三条腿的他依旧行动迅速 他恢复得相当好 狼的恢复适应能力很强 当时医院告诉我们 阿赫特将会在那里住上一阵 可手术当天他们就打电话说 你们可以来把他接走了 他已经能起来走动了 正是狼的这些特点 让很多人为之着迷 霍哈德·马特龙 是一名律师 每周末都来浪哈森林农场 做志愿者 对狼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刻 狼与狗真的非常非常不同 我觉得在这里学到的关于 狼狗或者是混血狼种的 一个道理就是 你必须尊重他们的身份 在某种程度上讲 他们真的是野生动物 不会给你撒娇 躺下 也不会去捡你丢的球 在与这些动物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马特龙感悟到很多道理 我们穷尽一生都在花时间 研究如何疏远他人 孤立自己 而狼是真正具有 团体性思维的动物 在他们的眼中 形单引之 是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最坏的情况了 我认为这些动物 想要传递的信息很简单 那就是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 我觉得他们其实在教导我们 如何更好地融入自然 除了九只形象大使之外 狼豪森林农场的其他动物 是可以领养的 不过饲养要求很高 甚至院子的篱笆高度 也在考虑范围内 唐纳说 有的动物可能需要 主人花一万美金 打造一个带有天花板 和地板的室外大铁笼 如此花费 也让很多人只能一声叹息 为这类动物找一个合适的家 要花很长时间 有时候甚至需要两到三年 正因为饲养上的 种种困难和不便 很多动物不得不面对遗弃 甚至被杀 比如这只 原叫萨姆森的狼狗 2007年 霍达尼什接到电话 称有人要射杀萨姆森 和他的同伴 霍达尼什驱车 将他们带回收留 他们是这里拯救过的 最温柔可爱的生物 完全不需要任何训练 就和人很亲近 我简直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射杀 这么一只出色的狼狗 然而 萨姆森的情况并不特殊 哪怕是在一般的动物庇护所 也有安乐死的威胁 我们向来不支持人们 将动物交给庇护所 因为一旦你这么做了 谁也无法预料 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他身上 霍达尼什希望人们 能够优先考虑 将动物送给亲朋好友 等信任的人照顾 为他们找到 另一个可靠的家 下一期走进美国 我们将带您一起探索 那些专闻打击又全来欲场的 动物庇护所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为了钱 才做生意的 对有的人来说 经营一份慈善事业和兴趣爱好 可能比盈利更加享受 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你到店里来买 你需要的东西 他们关门的时间很合理 你下班后 也来得及来买菜 然后回家做晚饭 你知道 虽然其他商店营业时间更长 可是比较远 现在汽油价格这么贵 我宁愿回家顺路 买好所有的东西 而且这里的价钱也好 我就在这里买 我们观察了一下 我们想 我们需要开设的是一家杂货店 出售价格实惠的东西 饮食教育和营养是一个问题 我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解决这个问题 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不能告诉大家 一定要吃什么 你必须向大家展示 这是什么 怎么吃 味道如何 还有烹调的乐趣 我们的任务之一 就是改善家庭的餐桌 对吧 因为即使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来说 这也是一个问题 他们从事什么职业 忙碌中吃什么 所以我们试图鼓励 我们这个地区的民众 和家人坐在一起 做饭 吃饭 你觉得这家商店怎么样 我觉得太棒了 我喜欢小商店 很方便 不需要花一个小时才买完 这里也不会推销 那些我不需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这里的员工很友好 工作人员很棒 我喜欢这里 还因为它为民众 提供了以前没有的购物机会 不需要花交通费 不需要自己拎东西 你可以每个星期都来 每次买一小袋就可以吧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家店 我们的商业模式 其实就是收支平衡 如果我们收入多 那么我们就会把利润 用来支持一个叫做 凯瑟琳之家的项目 帮助那些从人口走私中 解救出来的妇女 所以我们有任何盈利的话 都会用于救世军的 其他项目中 你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报收藏专卖店 我们有几乎来自世界各国各种主题的海报 大概有50万张 各种各样的艺术 有小型的香水或水的标签 有斧头饼 沙丁鱼罐 啤酒和酒瓶的标签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海报和印刷品 曾经有一家饭店在装修 我就买下了饭店地下室的一些箱子 在箱子里找到了莱特兄弟的三封书信 我把他们卖了1200美元 45年前那可是很大一笔钱 长期以来我都喜欢买有趣的政治海报 特别是俄罗斯的 我有成千上万幅非常珍贵的俄罗斯海报 这是科雷特为一种灯油化的海报 完全没有味道 很完美 这些海报很独特 你在别处是找不到的 当一张海报失去了一大块 你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可是找不到 我们就只能用想象力来画出失去的那一部分 我们贴上纸 然后用饮料来修补失去的那一块 这里原来是没有的 这一块也没有 我主要是到欧洲购买那些别人不会买的海报 我路过这家店 我进来是因为我对波多里哥 六十年代抗议活动的海报很感兴趣 我喜欢这些颜色 喜欢这种字体 当然 我在找我的出生年代的作品 我新的 旧的 都买 当今总是会发生有趣的事件 值得收藏 我总是关注那些短暂的艺术 时装和时尚的东西 因为它们都会很快消失 如果没有人来收藏的话 相关的艺术也会很快消失 接下来我们要到首都的郊外 去尝一尝那里的地方特色 有些美食你可能需要一点冒险精神 才能吃下去 继续来看百样人生 既然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出 我们都是有机验证产品 因为传统农场会喷除草剂 边上的草就会变得枯黄 我们这里的草比什么都健康 因为我们是有机验证的 传统农场的昆虫活动指标也不好 缺少益虫 这是烟草天鹅 它也吃西红柿 辣椒和茄子 这条毛虫会把叶子吃光 现在如果我们让这些毛虫 留在这里不杀死它们 这一整颗庄稼就会毁了 或者叶子会掉 所有的叶子都会掉光 这些虫最后会开始吃果实 我们沙虫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掐断 扔掉 这些都是昨天收获的 你可以看到乌鸦和鹿每天晚上都会来 我们周围有防鹿的篱笆 不过不管用 这是一个大问题 不管是传统还是有机农场 乌鸦都会来吃西瓜 它们每天会毁掉40到60磅西瓜 这是哈米瓜 很小的一块哈米瓜田 这是五月份种的 应该已经结果收获了 可是这里没有一颗结果的 哦 这里有一个熟了 漏了 好吧 那个可能是二极瓜 很丑 这么丑的哈米瓜 这个品种叫埃迪斯托 是典型的埃迪斯托 专门为沿海平原培育的品种 其实是为南卡罗兰纳州沿海岛屿培育的 非常好吃 非常清香 我们在午饭时会切一个 你可以尝尝 虽然它的味道比任何商店纸箱里的瓜都好吃 可是就我所知 我是唯一种这种瓜的人 我不管它有多丑 我只管它的味道 我希望顾客们吃了会说 哇 他们说哇就是好事 他们会成为忠实顾客 忠实顾客 不幸的是我们在路上开车时 没法控制野生动物 不让它们受伤害 那样的事故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尽量物有所用 利用天然资源 这个其实不是路杀 是有可能被路杀的动物 我不喜欢工业化农场 那种动物集中饲养运作 对待动物太残酷了 有些猪圈小到猪都没有法转身 我觉得那太可怕了 我们在煮的是弱肉强食辣椒酱 用熊肉和鹿肉做的 加上一些玉米松饼 我们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 你撞死他们 我吃了他们 我是队长 我的丈夫和我 从德克萨斯州赶到这里 这个菜叫做香巴佬狂欢节 和鳄鱼乌龟村菇奶油浓汤 我们每年都来 这里很不错 可以品尝到不同的食物 你不是每天都能吃到鳄鱼肉 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熊肉 很有趣 我正在变成一个昆虫使者 也就是吃昆虫的人 我想作为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我们正在寻找替代蛋白质的资源 越来越少吃牛肉和猪肉等等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吃某些动物 因为他们吃的东西不同 比如说老鼠 农场饲养的老鼠 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吃 可是我不会到纽约市去 杀老鼠 吃老鼠 其实我觉得不要浪费东西 浪费东西很不好 我觉得不要贪吃 要珍惜食物 好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 美国万花筒 谢谢收看 我是彦凡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